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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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台灣以外的地方來到台灣 不管是學習還是工作的人 他們剛來的時候 會遇到哪些事情呢 今天有位第一次 光臨抗襲來的倪安東先生 中美混血的倪安東 乃西方大道踢館賽 一引明鏡人 是第一位拿下 超過25分的唱將喔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倪安東 你的 你在美國的名字是什麼 Anthony Anthony 最後名字呢 Mele N-E-E-L-Y Anthony 不是Anthony 是Anthony 對 Anthony 對 是... 來 給我發給我 是的 Anthony 你哪裡叫Anthony Anthony 好可愛喔 倪安東 大家有一段時間 沒有看到你了 你在幹什麼 我在錄專輯 在準備唱片 我們的第一課 對 所以你有學了一些 台灣人喜歡唱的歌嗎 有 有 一大堆 可以唱嗎 可以啊 可以 像 最近很常在聽那個張宇森 還有張惠妹也有 江惠 江惠嗎 台語歌 台語歌 你會唱江惠什麼歌 我至少那個旋律 那個我會唱 對 要不要讓他唱 不要... 我怕你會忍不住要唱吧 不是一定會的啊 有其理人哪老 你要只一句帶一句啊 我知道 你是說他接第二句是不是 就你一句他可以重複 你因為他不會發音 你要抓他 對 有其理人哪老 有其理人哪老 好 吹不人家人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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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亂耶 你是不是他沒有罵髒 他學來還不錯啊 第三句應該就是要接吻了吧 我對他剛才跟我對看的時候 他好像有心動 真的嗎 有 因為男生有沒有喜歡上我 我知道 結果呢 他有沒有喜歡上妳 我是覺得好像有一點 你剛才有動心嗎 就是中文說動心 就是對他有感覺的 就是我...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就是很常看康熙來了 真的嗎 來學中文 對... 應該看不太懂吧 一開始看不太懂 可是還好有重複三次 每一天 所以我就可以 我們可以重複五次 你可以看五遍 對... 如果你不睡覺的話 所以你是說 整個故事的中段 是說看完之後 就漸漸喜歡上我是不是 就是很欣賞 他完全沒有提到你 他完全沒有提到你 他都學中文 你沒有聽到嗎 他有提到喜歡你嗎 不是 你問他 你有多久 你有內建裝置 可以告訴你人家喜歡你嗎 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主持人 我知道下面想講什麼 所以後來咧 我也喜歡上他吧 沒有後來 前面也沒有 我也沒有後來 就兩個都很喜歡上 可是他今天有帶豆腐來給你吃耶 我沒有愛吃豆腐啊 豆腐 沒有嗎 我不知道 這個是朋友跟我講的 可是... 對 所以就叫我帶豆腐 你有什麼事 就是我愛吃豆腐 不是 吃黃國 黃國人嗎 不是 楊浩群 不是 黃大瑋 中空 中空 你叫 愛我 沒有人叫你是誰 卡永哥 你是誰 我是李九澤 你也一樣 好不像喔你 對 李九澤頭髮沒有這樣啊 你跟洋蔥變得妖怪吧 不是 你現在一集呢 二十六位 你表演得很好 不要再說了 一集二十六了 你真的有以為 小S要吃豆腐這件事嗎 沒有 就有朋友說 你朋友告訴你 對...你要小心 小S喜歡吃豆腐 然後我就是 什麼意思 我要帶吃的東西還是什麼 你以為你要帶真正的豆腐來給我吃 對... 所以你沒有帶 一到這邊來你就知道 不是真正的豆腐 這邊 所以請問 你有帶真正的豆腐給我吃嗎 有 在後台 沒關係 我不是要吃那個 我是要吃這個 這個在台灣吃豆腐的意思就是說 我摸摸你啊 我揉你的尾巴 你連教中文都要用示範了吧 這個叫吃豆腐 不是說真的吃那個食物的豆腐 OK 為什麼叫吃豆腐 這跟豆腐有關係 這是一個好問題 為什麼叫做吃豆腐 不知道 文人... 這有沒有一個歷史的點故 是不是指說豆腐很軟 所以是專門剪那種 好下手的東西 就下手了才... 不然就叫做吃鋼鐵就不對 因為你是鋼鐵下不了手 所以豆腐很容易就吃到嘴 然後一咬就消化 對... 像吃豆腐就是說 我... 因為如果比如說是... 你這句話解釋 你整個小時嗎 然後比如說上下騎手 就是說 我喜歡你的衣服 這就是上下騎手 對 OK 真出魔掌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想要學的 這樣就先OK了 有很多成... 有很多成語啦 先這樣吧 還有夜下偷逃你要嗎 就是... 還有一火根真是怎麼樣 你到底玩完沒 你這樣教中文 他學完都變人渣了 好 所以大家聽剛剛... Lise妳剛剛聽她講的一些成語 沒有聽過吧 上下騎手妳有聽過嗎 沒有 吃豆腐有 妳在台灣參加活動有被吃豆腐嗎 有 是怎樣的 我們表演就是跳舞啊 然後我們要下台的時候 我們要去就拍照 那很多人擠...擠著 然後有一個男的就握我的手 然後不放 握手啊 就是一直拉 然後我經紀人拉 然後他也拉著這樣子 他是要救妳嗎 不認識的人 因為拉手不一定算吃豆腐耶 不是妳拉他手看看 沒有 不是這張啊 就算是跟他問好 可是如果我在裡面 吃豆腐耶 在美國有人會握手的時候 用手指頭摳妳的手掌心嗎 不會吧 那個有一個意思耶 是什麼意思 我們那邊啦 巴西 我想要跟你怎麼樣 超男 美國沒有嗎 應該有吧 你在哪一個州 舊金山 加州 舊金山 對... 所以如果在加州有女生握你的手 然後順便摳的話 你會覺得他想幹嘛 應該就差不多 那個好像是男生喔 男生才能摳女生的手指 沒有...男生跟男生握手 如果這樣子做意思是 要進一步的 對 這個音樂 我們用這個中間的 我們用中間的指 用中指啊 中指 對 這是... 什麼意思 一定要中指 這是我要吃你的意思 對 男生 男生 女生 對 今天除了倪安東先生 還有六位外籍人士到我們現場 來歡迎你們 歡迎 剛才講話的吳鳳是來自土耳其 所以土耳... 是土耳其有這個嗎 有這個 對 所以如果是用小指扣 就不是我要吃你 看你要用哪一個 可是... 憲戈爾 那俄羅斯呢 這樣就很爽啊 就會被手這樣子 所以如果握手的時候 不可以有任何... 沒有 俄羅斯就是說 你會親人家的手這樣子 這個是禮貌是不是 對 叫做禮貌 對 所以我要跟你 所以... 所以你在... 你在美國沒有遇過別人 對你暗示任何事情嗎 做這樣的動作是沒有耶 沒有 我在美國很怕 你是回來... 回來才被弄小的 對...我是... 我是看到大家在台灣 就很...很結實 還是說台灣的唱片公司 有警告你就要瘦 還好 其實我是先瘦 再去參加星光 那你來台灣之後 有交到女朋友嗎 我有... 認識很多很棒的女生 可是沒有...沒有交到... 還沒 你有在家裡看那麼多遍 康熙來了 然後跟別人討論小S嗎 有啊... 說她什麼 說她很棒 什麼叫很棒 她很棒 是說事業嗎 都有 外表呢 我覺得外表也很棒 你會用Hot來形容她嗎 會啊... 你會說小S VeryHot嗎 可是她是媽媽了 所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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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她小孩... 她小孩... 怎麼辦 她怎麼會加這句話啊 你這麼在台灣講這件事 女生會不開心 真的嗎 我以為這個是很棒的一件事 在國外可能大家覺得 當媽媽很... 我也有看過妳的寫媽媽的書 就是那個漫畫 不要... 不要... 在台灣女生會想說 漂亮就是漂亮 不用提到媽媽 可是有性感的說法啊 你應該知道啊 你教她那個什麼媽咪 什麼 外開頭的那個媽咪啊 你沒有嗎 周金山沒有Yummy Mommy嗎 沒有 Yummy Mommy Yummy Mommy Yummy Mommy 就是很有嚼勁的 就是很性感的媽咪 我們... 我小的時候工作的那個 游泳衣 你們為什麼不能放過媽咪這件事 那個媽咪 有的媽咪是兒十幾歲啊 然後... 有三十幾歲的 然後... 你過來了 他們為什麼都不放過你 你過來了 剛剛聽到她講那句話說 可是她是媽媽 根本她簡直就要叫你伯母了 對 我跟妳講 那很煞風景 就是我本來很開心 後來又跌到谷底 沒有 我是覺得 你不會在家裡面 跟人家討論小孩子的時候 不會講說她很熱 但她是媽媽 沒有...就會覺得她不適合因為太... 太冒犯了 對...就是不尊重 那她很喜歡 我喜歡別人冒犯 好 現在知道了 是啦 你帶來的豆腐大概 今天吃夠了吧 對 請你回座 好 謝謝 不要這麼生氣 我看到她那個板子上面寫說 她是史上最強33分的 超級星光大道的 什麼意思 所以... 請問李久哲你知道滿分是幾分嗎 滿分是25分 對 對 我去唱應該也是25分滿分 我跟你講 李久哲有一次跟記者說 他在節目裡根本聽不懂主持人 在問什麼 所以主持人如果問說說比方說 你去過國家劇院幾次 他就會說好啊...這樣 就是... 就是回答 對啊 你們都會這樣嗎 你們聽不懂就會說好啊... 有時候 或者是笑一笑 所以莉子 你現在聽我們兩個講話 是完全聽得懂的嗎 完全聽得懂 真的嗎 進步... 因為她剛到台灣來 好像就有上我們節目了對不對 你說卸妝那一次嗎 有 對 他也有耶 你還記得喔 因為那一次我真的嚇到他 那個還滿經典的 所以那時候還... 剛剛來康熙來了的時候 還聽不太懂我們說什麼 對 有時候我要 那時候會很害怕嗎 很害怕被問 經紀人跟妳說要來上節目 妳都會很緊張 還滿緊張的 可是妳後來上完那次卸妝之後 經紀人是不是有警告妳 再也不准卸妝被拍到 對 真的 所以妳之後有想說 我幹嘛上那一集嗎 還好耶 到現在就是 妳是不是根本不知道 我們節目要叫妳卸妝 知道啊 到現在還有人會記得 因為如果他一直點頭自尊 就會說要卸妝 他說 好... 就... 全部都弄掉 沒有了 知道 對啊 其實那邊那幾位 其中有兩位 都上過我其他的節目 那個沈維娜以前在我們節目 跳過巴西的舞對不對 Samba 妳現在還跳不跳 走天開始 妳可以跳一點給小S看一下嗎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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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勁喔 對啊 妳看這個 手得很厲害啊 真的 他... 節奏很厲害 對 而且他臀部非常緊耶 對 很好 謝謝 美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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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完小孩耶 真的嗎 都可以這樣跳 我說你有喜歡別人提你生完嗎 因為自己的身材回復得很快 我覺得 不錯 可是妳有照台灣的規矩 坐月子嗎 沒有 所以為什麼沒有試試看 因為怕會 因為吃台灣是吃內臟 內臟 我們不敢吃 也不一定啦 聽她是說吃豬肝湯這種嗎 對 都要吃內臟 坐月子都要吃內臟 也沒有一定要吃內臟 你可以吃外體啊 就你可以吃雞肉就好 我沒有聽過內臟 對比於外體 你不要亂抓外子人是錯的中文好不好 還是很容易... 很容易變胖 所以我要控制 妳現在已經過... 生完小孩過了一個月沒有 六個月 每比六個六個月 OK 六個多月 如果才一天我就叫她跳身吧 我覺得很累中 尼安東品嘴台灣美食 下壞康永小S 尼安東 妳在台灣吃東西 又是害怕別人叫妳吃怪怪的東西 一開始不會 一開始還滿心願身邊的朋友 就是... 結果他們給妳吃了什麼 沒有 沒有 假的 假的 你那個字最好搭配一些 什麼時候 還有 公子